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今日已經是年初四, 就會同大家在今集看一提澳門出入境狀況。 由於現在受到鄰近地區疫情影響, 澳門新年黃金檔期入境旅客好像有點不似預期。 根據澳門治安警3號發布數據, 在農曆年29至除夕及大年初二期間, 澳門各個口岸一共錄到有39.7萬人次出入境, 相比去年農曆新年同期減少21.9%, 其中經關閘口岸出入境大約有27.7萬人次, 同比跌了36.6%, 去到3號下午5時有超過9萬人次經澳門各個口岸出入境, 而當中亦有5.4萬人次入境, 旅客佔了1.5萬人次。 這部份就是新年出入境數據, 其實旅客人次都不算上很多。 去到3號年初3, 都只不過有1.5萬人次入境, 我想全日最多都不超過2萬人, 大部份都應該是澳門人。 另外澳門方面亦做了好多大型活動, 當中亦吸引到不少人流, 就是昨日的煙花方面都看到好多人去了替煙花, 因為始終這些大型活動, 澳門已經有兩年沒做過, 煙花也是兩年沒做過, 所以多了人同一時間去了, 因為以前我記得看煙花時排滿殺人, 昨日都有少少這種感覺, 但相比起高峰期, 疫情前的時間就差很遠, 可能只有疫情前的3成人左右。 跟著還有就是, 我亦有跟的士司機聊天, 他們跟我說年初1、2基本上是沒客客, 開一天是試一天, 反而是去到年初3, 就好一點生意, 大家都出來開車了。 他亦都說那些比較有得意的訊息, 我知道, 他就說橫琴關口反而是好生意 比其他地方, 因為他說橫琴那裏基本上全部都要派對, 可能就是因為橫琴關口比較偏僻, 等巴士等得比較久, 所以那些人寧願坐的士, 但澳門關口口岸就不一樣了, 口岸又有發財巴, 又有大型巴士站, 那些人就不會選擇去坐的士, 這個都好正常好合理的, 不過的士方面橫琴旺角關口, 我真是想不到。 好了,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,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說的話, 就記得下面留言了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 拜拜!